而现在我们来关心的是一人马基尔跟日籍友人有记龙徽 涉嫌殴打计程车司机林渝俊的案件 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侦查终结了 因为两人犯行重大又毫无回忆 因此一重伤害未遂罪嫌起诉 并且对马基尔求刑四年 有记龙徽求刑六年 有记另外还涉嫌了强制罪 一人马基尔和日籍友人有记龙徽 涉嫌殴伤计程车司机林渝俊案件 经过八天侦查 台北地检署昨晚以重伤害未遂罪 起诉马基尔和有记龙徽 检方认为有记犯罪手段凶残 因此从众求刑六年 根据检察官的认定 这起案件起因是在二月二号晚间 马基尔有记龙徽和鸭子 湘吟等人坐上淋渝郡的计程车 因为既安全带及车资问题 和司机起争执 有记不满还动手殴打猛踹司机头部 及背部十多次 马基尔也捕踹一脚 而且马基尔事后还一再狡辩 态度恶劣 所以也从众求刑四年 至于同行的鸭子湘吟因为接受征讯时涉及卫证 检方将另行癥结 由于这几天媒体不断报道相关案情 引发社会舆论谴责 有记龙徽还下跪磕头认错道歉 而被毫伤还躺在医院治疗的司机林渝骏 则透过律师表示 希望有记龙徽和马基尔等四人 犯错之后要勇敢面对 不要说谎 他愿意选择原谅对方 记者综合报道